端午連假第一天 高鐵左營站一個上午卻是空蕩蕩 公眾人員比乘客還多 好不容易等到列車到站 出站乘客也是三三兩兩 除了上下車都得十連制 有不少人還可以戴著面罩手套 甚至穿上雨衣 一到站就急忙脫掉 看得出來人擔心疫情傳播 另外一旁的台鐵左營站 同樣乘客小貓兩三隻 根據11號的統計 東武連假的高鐵預售票 已經退到剩下不到5% 而台鐵也剩下不到4% 由於仍有人必須返鄉 台南市政府乾脆在火車站 就駕起快賽站 雙鐵運輸順暢人少 不過高雄市區的中正交流道 卻是車流大排長榮 有人等不及 不停按喇叭 遭到警方訓斥 原來為了維持國道交通順暢 平面道路進行管制 導致車流回堵 還好暫時沒有爆量車流 另外在景點部分 往來東港小琉球的東流線 在克律人址 剩下六成 除了乘客大多是當地人 幾乎不見帶著大包小包行李的遊客 上下船後也立刻有人進行消毒 面對疫情控制的關限時刻 端午連假 多數人仍願意犧牲過節 換取疫情 早日解封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